請 很怕就知道怎麼怕 天色暗下來 加上氣溫涼稍稍的 很多人就會想要來一點 帥氣的晚餐或是宵夜 鹽酥雞 絕對是台式宵夜的霸主之一 吃法有很多種 有些人加洋蔥 有些人加大蒜 或是加九層塔 那這一家很特別 它是融合了西式料理的手法 來做出台西混血的獨家美味 老闆給我來一份鹽酥雞 好 馬上來 表面金黃的鹽酥雞 在熱鍋中飛舞 不像傳統做法 只需要油炸就能起鍋 這道快炒的功夫 可是絕對小不了 我們的胡椒粉 是我們自己調製的 我們用了黑白胡椒 都是用原粒下去磨成粉 然後還會搭配一些中藥材 或者是一些西式的香料在裡面 所以經過炒的這個動作 有活的加熱 然後會讓這個整個香氣 更加提升 15種香料調製而成的胡椒粉 加進大蒜跟洋蔥一起炒香 滿滿一盤送上桌 濃郁香味撲筆而來 在吧台坐著高腳椅大塊朵宜 鹽酥雞店平時價位 卻帶了點時尚的餐酒館氛圍 還不錯 我就覺得 其實很特別 就是不是那種傳統風格的 鹽酥雞店 對不對 好像走一種 文青風格之類的 就像是那種路邊鹽酥雞 可能炸起來 然後就一盆味道都一樣的東西 然後就混在一起 然後這就是 每個味道都很精緻 精緻講究美感 鹽酥雞染上西洋風 就因為餐點背後的兩個推手 都是西餐背景出身 穿著和聲俐落的身色圍裙 拿著西餐刀在廚房裡忙碌著 Ribach過去還曾遠赴 西班牙的餐廳工作 大概做西餐有做了 十幾年的經驗 然後大部分都是在台北 一些比較白丹年的餐廳 然後有曾經去過西班牙的 米其林的三星 然後跟一星 然後大概前後 大概加起來一年的工作時間 回到台灣他遇上小豬 一排集合的兩人 都想搭建起自己的餐飲天地 於是毅然決然辭職高薪工作 從零開始便出一道道獨門好料 起司豬肉捲的肉餡 除了要加進洋蔥跟大蒜 最特別的祕密武器就是這一味 像是這一個末期的辣椒花 因為它有一天試過 所以它會帶一點霜味 然後它的辣度也是滿夠的 所以不會加太多 然後因為我們是炸物 所以這樣有一點酸味在裡面 也不會感覺那麼膩 用匈牙利紅椒粉跟義大利香料 體味朱鯉雞絞肉 靠著手勁揉捏 把味道慢慢融入肉的纖維中 包入春捲皮裡雕塑成形 我們油溫的話 基本上就剩下200到210上下 因為如果太低的話 炸都會含油 我們不是高溫下去炸 飽滿的金黃色長方形 在熱油鍋中翻騰 炸好後切開酥脆外衣 濃稠起司混合肉汁流下 就像充滿奶香的瀑布 咬進嘴裡 堪息的滋味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對 它皮真的很厲害 就是很脆 然後又濃濃的起司 它是像春捲一樣 然後裡面有豬絞肉 然後調了一些辣味 然後加了很多起司 所以非常的對味 台式的脆口食感 跟西式的爆漿肉餡 成功征服饕客挑剔的嘴 雖然現在常常是人潮滿滿 但剛開幕時 兩個女生忙裡忙外 卻總是等不到客人上門 客人來說真的 他都不知道我們在賣什麼 因為第一個名字就不是 像外面賣的什麼 就是什麼什麼鹹酥雞 我們就完全沒有鹹酥雞 這三個字 對 所以他們說你們是賣什麼 賣滷味嗎 還是賣什麼 我說沒有 賣鹹酥雞 為了對上客人的口味 還在摸索的兩人 毛起來什麼都賣 開店初期品項多達好幾十種 但東西太多賣不完 賠掉的成本幾乎無法計算 他們才決定改變方向 走少而經的路線 推出別地方吃不到的 獨創黑板菜 因為我們會不定期的 推出不一樣的黑板菜 然後其實有滿多客人 就是可能我們這一次換的是 別種兩樣 然後我們就會問說 之前的什麼時候會再出來 然後我們就會說 新的先吃完再說 對 然後就會這樣一直run這樣 豬絞肉夾進迷迭香 跟巴西里葉等香料 在溫度中逼出濃郁的氣味 這不是西班牙菜 而是改良版的宜蘭小吃 蝦味高渣 因為我們其實主要這個是 以宜蘭的傳統高渣為基底 可是我們加了一些 西班牙可樂餅的做法 所以我們會保留一些 有口感在裡面 就是吃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豬肉跟蝦肉一起炒 再加入事前熬好的 蝦糖麵糊 攪拌到整鍋呈現濃稠狀 這是石螺葉 然後因為石螺葉跟那個 蝦子很配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會想說 那加一點石螺葉 增添它口感的層次 熬好後勁模具成型 放涼在冰上整整一天 下鍋油炸才能有鬆軟 又入口即化的口感 表皮酥酥的 咬開後中央綿密細緻 鮮香的蝦味在口中蔓延 因為就是外面脆 然後裡面又是嫩嫩滑順的口感 就很特別 不一樣 對 它那個蝦味真的非常濃 就只有來這邊吃過而已 吃了就上了 對 僅此一家的獨門滋味 成了REBUCK跟小豬的正字標記 不少名人也專程來嚐他們的手藝 像是信樂團主唱信 名模林佑麗 連台灣首位米其林主廚江振誠 都登門造訪 那個Chef 那個江振誠 來 緊張到不知道怎麼講話 我只敢跟小豬說 我想跟他照相 可是我又不敢去 就會很害怕很喘 然後可是第二次的時候 就認真的鼓起勇氣 我要跟你拍照 好滋味一傳十 十傳百 店裡生意越來越忙 兩個女生Hold住全場 一天工作時間 都是12小時起跳 他們會輪流 就是站這一邊的人 就是撿料 然後收飲這邊 然後就是我們會輪流 三個月輪一次 夏天那邊會比較熱 冬天這邊比較溫暖 對 冬天那邊是強所謂 分工合作 確保流程順暢 但做起事來 有點古謀的他們 即使再忙 也堅持食材 都要自己處理 像是鹽酥雞灘必點的芋頭糕 他們就從一顆顆芋頭開始 親自削皮 煮熟 再下鍋炒 我們一開始就是想要自己做 是因為覺得 外面賣的它的口味都一樣 那既然都是油炸 那我們要如何浮現 我們自己的特色 那我們就讓我們自己做 吹好的芋頭糕表面油亮 玉香撲鼻 能吃得到顆粒狀的口感 同樣費工的 還有店裡招牌的炸豬腳 得先滷再炸 手續一到都不能少 爆香洋蔥 蒜跟薑 放進用草果 肉桂等特調的老滷中 豬腳下鍋後 要用慢火至少熬三個小時 我們豬腳要主要是選中段 因為中段的話它膠質比較多 肉比較少 所以吃起來的話它的 主要是吃它的膠原蛋白 比較Q 所以我們滷的話會滷比較久 滷透的豬腳Q彈油亮 看起來呆呆的很誘人 果粉後油炸表面酥脆 中央柔軟的膠質帶著黏度 醬香不死鹹 越嚼越有滋味 它就是皮超級脆 然後很入味 就是它好像是鮮乳骨的 所以它就是裡面也是暖的 然後皮又是酥脆的 其實創意 台味靈魂 小店裡外加起來不到十個座位 很多客人就隔著一張大台 邊吃邊聊 像是老朋友一樣 原本開店就在這裡 不然妳還在哪裡有看到 想說這是什麼超... 有客人真的滿好的 有時候天氣太熱 莫名的就會先放個兩個飲料 這個給你們喝 然後就會自己 就是很直接的回饋給我們說 因為你們東西很好吃 然後他也對我們很好這樣 擠在狹小的工作空間裡 備料 甩鍋 出餐 動作一氣呵成 離開高級餐廳後 這是屬於他們兩人的嶄新舞台 當每天生活在這個 小小一個廚房裡面 當然有時候會覺得 職業倦在一定會有 就知道好煩喔 就要來上班 但是啦 自己開的店 我覺得這個想法 都是一瞬間的 就是就像客人一上門 然後跟你說 你東西好好吃喔 我覺得那個 不好的心情 或是疲累感就知道 其實這樣類似紙的 所以就夠了 把過去所學的創意 變成台西混血的絕妙滋味 進化版鹽酥雞 撒上了最獨特的夢想調味 街邊不到五平大的小店面 在夜晚透著溫暖黃光 窄窄的入口擠著滿滿人潮 讓他們引頸期盼的 就是這整支乳的透徹 標皮帶著焦糖色的有人燒雞 剛出池溪太后 他逃難到河南 發現這一道道口燒雞 怎麼那麼的好吃 他就把這道菜命名 就是把它引進黃宮內 就變黃宮的佳肴 稱為道口燒雞 燒雞不用刀子切 而是順著肉的纖維用手撕 去骨留下純粹的鮮嫩雞肉 加進蒜頭 辣椒 香菜 跟獨門秘方的側調醬汁 充分攪拌入味 就是最道地的道口燒雞 入口先帶點微微嗆辣 接著是滷汁本身的香味 巧妙在嘴裡融合 讓人挺不下筷子 這裡不只傳統口味 還能嘗到另一種創新吃法 另外總是吃涼拌會加小黃瓜 清香料 蒜頭 辣椒 香菜 都是客製化 你可以加或不加都可以 專門客製化調整 涼拌醬汁口味大不同 嚐起來酸酸辣辣 屈骨雞肉軟嫩順口 吸飽醬汁味道更有層次 配上小黃瓜清脆的口感 吃起來格外清爽 是不少女生最愛的一味 非常好吃 它的醬汁很獨特又很美味 然後有肉 有菜 如果是女生的話 我覺得已經可以 就是超過一餐的分量了 很飽足 第一次來吃以後 沒有燒雞的口感的味道 我就覺得 香味就一直在我的嘴巴 就一直擁擁擁不掉 就是很喜歡這個香味 其實我住這裡有一點距離 我都會專程來這邊 買個回去吃 做出讓人念念不忘的美味 是鮮細的老闆娘陳貝珍 全程靠自己一雙手拼出來 年紀不大 但做起日來很實在 雖然店面中午才開門 不過每天早上起床 它的第一個行程 就是七點半準時到市場報到 阿姨 早安 好 我想要拿雞 好 主機幫你準備好了 主機說得 今天的雞很漂亮 我每天自己開車 然後我就停在路邊 然後廠商就會直接幫我上貨 上貨前我就檢查一下 今天的品質如果不好 他們就要拿回去換 不只雞肉 每天要買溫體雞 還要在菜市場裡 從頭走到尾 小黃瓜 蒜頭 豆干 豆皮甜不辣 一家挑過一家 雖然花時間 卻是省不了的功夫 起初很麻煩 就覺得好像真的也就習慣了 就是讓客人吃到安全 我就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食安的問題 冬天不會起不來嗎 會小小賴床 就要調更早的鬧鐘 臉上總是帶著笑容 話語間透露臉可愛的孩子氣 陳貝珍做起事 也有股認真的傻勁 回到廚房 把剛買好的雞肉 清洗乾淨 還要特調有八角 枸杞 當歸等15種獨門藥材 把雞肉醃得入味 肉質會包覆那些中藥材的味道 讓它按摩 讓它更均勻 上色更均勻 醃上整整一碗 入味的雞肉 才能下進滷鍋 在沸騰滷汁中 煮上35分鐘 肉質口感好不好 火候就是關鍵 雞肉下去之後要關小火 或者雞肉很容易就會爛掉了 對 所以你要不定時 就像顧小Baby一樣 你要不定時的去看它 去翻攪它 然後火候要轉小 或再大一點都是訣竅 天氣 溫度 跟每批雞肉的肉質 都會影響煮出來的口感 全程都要仔細盯著 直到肉的表面 呈現完美琥珀色 一支支滾燙出爐的燒雞 就是店裡最受歡迎的選項 這道地的好味道 是陳貝貞從年過八旬 從河南來到台灣的吉媽媽手裡 一點一滴傳承下來的 我年紀慢慢大嘛 大了八十幾歲也很累 那那個他剛好他有興趣 那我們就好了就給他 就把全部那個料怎麼樣就交給他 這個孩子真的很認真 比我兒子還認真 過去的陳貝貞是美食餐廳辣梅店員 沒有廚房那場經驗 全從基本功開始 尤其媽媽手把手帶著他學 面對接棒傳承的艱辛 縱然壓力再大 他也不敢告訴家人 這一腔熱血的決定 因為一定會被罵啊 對 他們就說去當上班族就好啦 零食薪水至少每個月都有錢賺 何必以來做這種高風險的工作呢 然後因為每天又累得跟狗一樣 搞不好狗還比我幸福一點 每天處理完食材 鮮細的陳貝貞 摸在滷汁前顧著滷火 再往裡頭添食材 雞爪 鴨翅 豆皮 豆乾 每種時間都不同 要憑著經驗滷出最完美的口感 很熱 因為我超級怕熱的 所以就每天都大顆瓜 小顆瓜 就是流汗流好多好多 然後回去就超熱 所以我從接手已經快兩年了 我瘦了六到七公斤 尤其現在夏天這麼熱 這邊又更熱了 應該有時候不吃的食物 有喔 然後每天都會臉通通通的 去外面賣東西 就挺好玩的 對 因為我們都沒有加麵粉 所以它一樣會有黏性 是因為我們摔打出來的 會...對 隔天就是一抬起來就會痛 就是可能回去要擦點涼涼的藥膏 黏性十足的肉 還要一顆顆手工塑形 剛好是手掌的大小 每顆圓滾滾分量十足 先下進油鍋炸出香氣 熱油中獅子頭穿上金黃外衣 這還沒結束 接著通通跳進滷鍋 更增添滷汁的香氣 很費工 所以它每一顆都很珍貴 一上桌獅子頭 乘著白菜跟滷汁 濃濃香氣直接撲鼻而來 每一顆都飽滿紮實 洗飽湯汁 投開後中間帶點粉紅色澤 入口肉質軟嫩又夠味 比起點綴其中更添清脆口感 現在一生好手藝 但當年剛接班的陳貝貞 只接受了雞媽媽 三個星期的魔鬼訓練 就要自己開始製作 管店 生意一下子掉了大半 想起這段過往 還是忍不住有些哽咽 對啊 我做的東西這麼難吃嘛 都沒有人要來買嘛 對 然後就會覺得有點失落 我不是這樣學的嘛 躺著的時候 在想事情想起來就哭了 那可能哭到那種睡著那種 就隔天人家要繼續努力這樣 吞下眼淚繼續向前 長達四個月的撞牆期 沒有撞碎陳貝貞的信心 店裡也沒有員工 她就自己一個女生 每天窩在又小又熱的廚房裡 這時候捨不得她獨自辛苦的表妹 決定跳出來一起打拚 有一個完全沒有經驗到現在這個樣子 其實她的這一段路實是非常辛苦 家人一定都看在眼裡都很辛苦 有餐飲經驗的表妹 一來就跟著表姐合力 把味道調整到最好的狀態 陳貝貞就想打通了論毒而脈 餐點味道越來越對味 吉媽媽也常常上門來幫忙看頭看尾 或是直接現場試吃 看看味道有沒有過關 我口罩拿下來不行耶 不會有美的不行 她現在清的味道不錯了 給貝貞85分有啦 不能說現在還百分百啦 85分以上啦 所以我職人啊 這個這兩個字 我在她身上一直都看得到 想要繼續傳承她那種職人的手法 苦盡甘來受到的肯定 那感動滋味 就像嚐起來會回甘的美味 雞爪跟鴨翅 滷出焦糖般的色澤 看起來油油亮亮 入口鹹香誘人 讓人忍不住一支接著一支 限量隱藏般美味的炸醬麵 自製的醬料口感濃郁 裡頭有肉末 豆干跟些許小黃瓜絲 讓人食慾大開 滷味150然後半支筋300 這樣450 吉媽媽來到店裡 總是會忍不住玩起衣袖 幫著年輕的姐妹倆一起忙碌 80多歲依然身手俐落 三個人合作 簡直默契百分百 履歷發威端出最棒的塑造味 我覺得是值得我沒有後悔 希望我可以將這個味道 繼續越做越好 然後讓越多人知道 那有任何的指教 我也不會去排斥 就是只會讓自己更靜靜 心裡的感覺應該也算成長吧 然後感覺比較沉穩一點 不會那麼地浮動浮躁 樂觀 堅持 就像是陳貝珍的代名詞 幾年的時光淬煉 跨越不同世代的傳承 讓溫暖的美味持續飄香 臨近西門町 車水馬龍的萬華街頭 其樓下有間超過一甲子的老店 一早開始 店門口就有了排隊外帶的人潮 到了用餐時間 更是一味難求 餐點一份份送上樓 就是這樣簡單的一碗麵 讓很多韜客專程來品嘗 一上桌 滿滿的酸菜香氣撲鼻 半熟蛋汁流淌在面上 光是看了 就讓人食指大動 攪拌後吃進嘴裡 先是酸香再舌尖蔓延 麵條吸附蛋汁跟酸菜 鹹 酸 香在口中完美融合 我覺得它味道非常的好 就是它的酸菜油炒過的鍋氣 然後拌在麵裡面 然後麵又很有嚼勁 整個鹹味我覺得也滿適中 吃起來真的就非常的香 就是覺得吃了 不愧是我跑了這麼多趟 終於吃到了 酸菜麵不只乾吃 還能做成湯麵 讓人百吃不厭的關鍵 其實就藏在煮麵的功夫裡 特別請麵場量身打造的 獨門麵條 不管幾人份都是一次下鍋 大鍋麵煮起來特別需要經驗 我一般來講七八碗 我七八個麵丟下去 我配好料 那個麵就差不多 這個是煮久的經驗 所以你跟我講說 有的客人說 這個麵煮幾分鐘 這個我沒辦法講幾分鐘 這跟你丟多顆少顆 都有關係 從一球麵到最多 曾經一次四十球 全都是一口氣下鍋 這種煮法被稱為大鍋麵 麵條互相碰撞更加Q彈 但不同的量煮的時間不同 什麼時候能撈全是靠經驗 所以就是要準確度 然後速度也要快 不然那個麵會糊掉 碗底裝滿酸菜跟調味料 淋上熱湯沖出香氣 把煮得剛好的麵條加入碗中 放上荷包蛋 還有福州丸 貢丸跟餛飩 湯頭酸香夠味 大口西麵最是過癮 這滋味很多人一吃九十幾十年 二十幾歲 算現在 吃了三十幾年 對 吃三十幾年 幾乎每個一兩禮拜 就來吃一次 對…習慣了 吃習慣了 因為非常好吃才會來 至少三十五年了 趕快的朋友有過來 我帶他們過來吃的時候 他們也覺得 因為可能本身 它的量就滿足的 像這樣一個小碗 就吃得就滿不錯的啦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吃了 很長的一段時間 東西如果不好吃 你然後可能一直會 一而再再而三的光源 死裝的韜客 從過去店面還在狹窄巷弄內 吃到現在搬到街邊的店面 陳秋萍就是這間店的 二代接班人 從衣服到圍裙 打扮都很可愛 還頂著一頭時尚的紫色短髮 因為有白頭髮的啦 所以要軟一下 不然的話 人家都說 你看起來好老 我說我很怕人家說 我看起來很老 老的都很怕人家說我老 現在年近六十歲的陳秋萍 年輕時從不進廚房 過去是做服裝打扮的工作 從阿姨手中接下面店的時間 不知不覺已經有三十個年頭 剛開始很不適應啊 適應差不多半年才適應啊 而且他們這個店是比較特殊 他們都是吃熟客 所以他們很多客人來都不講 就是不點面 你知道看到他的人 你就要知道他吃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要力很大啊 他剛剛直接都一直做惡夢啊 陳秋萍每天做筆記 寫小抄 把熟客記得清清楚楚 還花了一年多到外面學餐飲 考了廚師執照 就為了守住不便的老味道 一個月店休只有四天 假日更是六點半多就開門 所以每天一早開始店裡就很熱鬧 荷包蛋一顆顆下鍋煎好 濃郁蛋香在店裡飄著 另一頭要切好各種小菜 最要緊的是要把店裡的靈魂酸菜 給炒出最棒的口感 總是看會不會太濕了 火不能太大 不然會容易燒焦 要炒一段時間 要炒到它水分乾掉 大約炒上15到20分鐘 酸菜的香氣 才會充分釋放 雖然忙碌 但店裡每個人都很熟練 年紀最大的阿姨 已經有80多歲 婆婆媽媽們聚在一起工作 就像好姐妹一樣清靜 桃園了啦 不認了 你覺得框桃園 你婆婆說去桃園吃飯 去那個... 去那個桃園吃飯 我們都很好啊 就是跟你講 我們有時候放假 我還會載他們出去玩 他們想說去哪裡 我拉半天啊 休假有沒有事啊 沒事我們出去玩 我走啊 因為我有車嘛 那我就會載他們出去玩 有時候這樣一天來回啊 除了親如姐妹的員工們 退伍後 兒子也開始到店裡工作 從兒時有記憶起 新燕玲就常跟著媽媽的腳步 在店裡幫著忙前忙後 知道其中辛勞的她 過去從沒考慮過要到店裡上班 國小國中高中都有 突然缺人手會被叫來幫忙這樣 算滿不情願的 還小嘛 就想說在家裡好好休息 然後為什麼假日還要被抓過來 這邊上班 但看著媽媽年紀大了 新燕玲想法有了轉變 決定母子倆一起打拚 怎樣的辛苦都往肚裡吞 這股堅持到底的精神 在對待料理上也是一模一樣 陳秋平堅持店裡用的酸菜 都要自己親手處理 他們當初醃漬的時候是沒有洗過的 所以裡面都會包泥土 所以我們洗的時候 就是要把它整夜把它攤開 讓它泥土要讓它洗下來 洗一次酸菜大概要將近兩個小時 不只洗要花時間 還要經過切菜機重複兩次的切碎 酸菜口感才會夠細緻 之後還要經過脫水跟炒香 總共四道工序才能有這絕妙滋味 陳秋平還獨家研發了麻醬跟紅麴肉燥 搭配酸菜跟濃郁蔥香 吃起來又是截然不同的風味 不知好味道越來越受歡迎 店裡工作氣氛也總是愉快 搬了新店面 看似一切都上了軌道 沒想到就碰到疫情來襲 搬來這邊沒多久就疫情了 差很多啊 剩不到一半的生意 那時候店裡生意也差 我也是跟他們講 說大家互相配合一下 對 我也知道你們也要生活 可是我也要我負擔得起 我不用賺錢沒關係 客人一下子少了大半 但陳秋平堅持不解雇 任何一個員工 而是大家輪班 攜手熬過這段艱難時期 因為在這之前 他曾經發生嚴重的車禍 店裡員工也是相挺到底 騎摩托車被人家從後面 用車撞啊 膝蓋骨都碎掉 左腳的膝蓋骨都碎掉 連我這時候車禍我修八個月 他們也願意等我啊 對啊 就原班的人馬都在啊 前半年陳秋平都要撐著 拐杖行動 不只員工在等他康復 很多老客人也是同樣的心情 不斷燒來關心的問候 本來是評估應該要修一年啦 所以我很努力的復健啊 大家會一直在問啊 老闆娘怎麼時候可以出來做啊 我們大家好想吃 我說我盡量啦 我努力啦 所以我八個月就出來做啦 剛開始恢復工作時 陳秋平的傷都還沒好全 一天只能做四個小時 兩三個月後 傷勢漸漸穩定 才慢慢的拉長工作時間 不過對他來說 工作可不是件辛苦事 反而是生活動力的來源 冬湯小乾 冬湯小乾好 乾的也要加蛋 對啊 我很樂觀啊 我遇到什麼事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像我覺得我每天上班都很快樂 然後像我這邊很多熟客 來也都會跟我聊聊天 所以他們有時候也很喜歡來 我這邊覺得說 好像到朋友家一樣 從年輕時一頭栽進餐飲業 在這之中陳秋平感受到的 是點點滴滴的美好回憶 這股一夾子的美味 他也堅持要守護下去 做到做不到 因為你說叫我現在做別的 我也是沒辦法 當然是希望能夠傳承下去 這個東西你如果說到時候 沒有傳下去 我是覺得滿可惜的 我這一代算的話 就算第三代 對啊 想說這間店也那麼久了 想說放在那裡可惜了 會想就是很煩 對 走過三個世代傳承不變的古早麵 經歷許多起伏波折 麵裡嚐起來不只美味 更帶著不像人生低頭的美好滋味 有一些那個老伯伯 然後他們吃到 他們還會找同鄉來 然後還問說你是哪裡的 他是山東來的 他說就是 是山東來才包得出來這種味道 這個手桿皮我們是很驚訝啊 很早之前有感覺說我手桿皮的 都是雞雞的壓著皮 而且口味重多 這附近的話 我覺得這個一吃就屌屌了 就回不去了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好吃了 姊姊你要那個味道 好啊 裡面坐 大哥你好 裡面坐 你那台長啊 是啊 看他裡面坐 好啊 將來台灣已經二十多年的山東姑娘 牛榕嶼把山東人 天生豪爽的性格包進餃子裡頭 很大的啊 所以有時候我都 沒辦法吃太多顆 都吃六顆 八顆這樣而已 這樣會不會太多 然後有個看人家講說 你不用包那麼大 你再小一點可以 我說 我說不行吧 喜歡大的 大包的 大碼頭 大餃子 因為之前公公家是水餃名店 所以包水餃對他來說 以前的速度可是嚇嚇叫 基本上三秒就可以一個了 三秒就包一個 五間最高紀錄一天包四五千顆 現在自己出來創業十多年 劉榕嶼的手感皮水餃 不僅個頭 硬是比坊間來得大 餡料扎實 客人吃得出他的誠意 水餃飽滿 入味 而且不油膩 我擀麵皮的話 跟雞雞皮就是不一樣 它吃起來就是很紮實的感覺 餡的話吃了就是會口齒流香 會一直在口腔裡面 就一直感覺到香氣出來 劉榕嶼的玄膠口味 除了常見的高麗菜韭菜 他自己研發有多達十六種口味 像這一道臭豆腐水餃 就迷死不少老饕 臭豆腐是有咬勁的 你可以吃到是有臭豆腐的感覺 不是光一個臭味而已 臭豆腐水餃可不是隨便 把臭豆腐包進去就好 還得先炒過一番 對 臭豆腐很臭 我以前可能一次炒很多有沒有 想說就不要一直 一點一點去炒 結果隔壁鄰居 就是有鄰居過來 這個味道我們真的受不了 你...你不能這樣子 我說好...那以後我少量一點 一點一點炒... 炒好的臭豆腐加上自己獨門醬料 還有精選豬後腿肉包進餃子 吃起來味道堪稱一絕 聞起來很臭 但卻是滿嘴噴香 另外招牌的苦瓜金沙 鴨蛋黃給先炒香 再搭配新鮮的苦瓜 吃起來苦瓜不會過於暖嫩 而且苦瓜跟鴨蛋黃混在一起的香味 讓不敢吃苦瓜的人 也會一口接一口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注重 健康養鬆的人 那我有一次呢 就上網看那個苦瓜的營養成分 我覺得這個營養成分價值好高 可是我發現我兩年沒有吃到苦瓜了 我想說可不可以包上水餃 然後這樣子我煮餃子 就可以隨時吃到苦瓜 補充一下營養成分這樣子 結果我就這樣想 苦瓜鹹蛋不錯 我就這樣子 而最特別就是這個 皮蛋香菜 因為劉詠宇自己愛吃這兩樣 所以香菜跟皮蛋給得很足 對 它有層次 如果光用香菜 那個口感是有差的 它都感覺起來都是在吃菜的 我強烈推薦 香菜皮蛋 我來吃吃我最沒有吃八次 香菜皮蛋 香菜那個皮蛋水餃 我覺得滿特殊的味道滿好吃的 來 番茄蛋花湯來囉 在哪裡 一間小店用餐時間都是爆滿 客人很多都吃虧 但當初怎麼會有勇氣走進這間 隱身在桃園內地的水餃店 很多人都是看到旗幟上這三個字 當初我就是看到門口有貼著手感皮 我想誰敢這麼大膽 現在用這個來當招牌 所以我才進來看看 結果他一看果然是完全按照老辦法 能做出一手道地的山東老味道 身為單親媽媽的劉榮宇為了節省之初 只有請一個人中午來幫忙 剩下的工作全都自己包 所以他每天一早七八點 雙手食指已經忙不停 開始做自家的手工麵條 以前的老人家還不會做 以前山東老家家家戶戶都會 但在六歲時母親生病過世 還好有跟奶奶學了這好手藝 像我們北方山東人 都是習慣吃這個手工的麵 對 它麵的香味比較濃 對 有它那個麵的甜度 你說這個是小時候的感覺 對啊 小時候我們都會 都要學得多 對啊 因為每天都在吃啊 做好了手工麵 為了趕在十一點前開店 還得趕緊由麵團要做水餃皮 而且我們這個時間賽跑 簡直就是 好 訂單來了 往下 我把這個現在揉起來 它如果太軟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去接訂單 才接完電話 又得趕到後場 切菜做水餃餡料 我們是前一天馬上泡好 因為我們直接去包 如果脫水的話 它的口感很差 很乾 很硬 很柴 那我們吃起來是脆的 機器我都要用 柔宇說因為自己從小沒媽媽 當上母親之後 他很注重孩子健康 他喜歡用當季蔬菜來包水餃 像這一顆顆五顏六色 彩色水餃 紅色是火龍果打成汁 黃色水餃皮 則是用枸杞 另外不愛吃青菜的小朋友 他把蔬菜葉打成汁 然後就成了繽紛色彩 而裡頭的內餡是玉米豬肉 他只用新鮮玉米 我覺得我怕它沒有洗或幹嘛有沒有 因為這種東西都要拿回來有沒有 把皮剝掉然後再給它泡水 要處理一下 所以我們家的玉米水餃 小朋友都很愛 菜肉七比三的黃金比例 混好的餡料 劉榮宇熟練的桿皮 每一張都厚薄一致 這個皮要邊邊薄 往上推的時候要用力 下來不要用力 那個要抓好 然後桿的時候要轉圈圈 它會有這樣的有沒有 中間是厚的 邊邊是薄的 劉榮宇包進的餡料 酸甜苦辣都吃得到 但這其實也是他的人生滋味 在這間店裡頭 劉榮宇把他最擅長的手桿麵 做了很多創新 像這碗長舌麵 用的就是包水餃的劑子 對 如果拉不口它會斷電 或者是不捐緣有沒有 一碗長舌麵裡頭 可以加上三種醬 臭豆腐醬 炸醬跟酸豆 加在一起吃非常美味 一間小腳充滿人情味的水餃店 上門的客人 都被劉榮宇所感動 而現在念大學的女兒 有空時也會幫媽媽分擔解憂 母女兩人一起走過波蘭 更能體會珍惜目前所擁有的幸福 醬是最好吃的 醬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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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它已經都煎好了就醬 你要吃的要放麵 不要讓它太焦 這樣剛好 醬的霸丸就剛好 有些的話 有些客人他會要求更焦一點 他要煎到它稍微有一點焦會搭 一般的話 我們都是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好了 把裝好的霸丸放上鐵板 小火慢煎 直到外皮呈現金黃色澤 有點恰恰的感覺就能起播 這種獨特的油煎霸丸 你曾吃過嗎 那是我們的做法 就只有其餐 只有我們這邊 現在台灣應該只有煎的飯 只有我們算是 用比較古早的做法 它完全是用那個乾薯粉 含雞粉下去做的 它沒有加那個再奶米粉 所以它的話 煮起來的話稍微有點QQ的 然後煎的話有點焦焦 類似人家煎魚的樣子 這樣煎起來可能比較好吃 小姐請問妳要什麼 我要霸丸 然後拿一張兩個豆腐 好 三顆霸丸裝一起嗎 那叫算妳可以嗎 我要六個霸丸 好 兩粒的三份嗎 那個四粒一包一起 然後兩粒一包一起 好 這家傳承半世紀的霸丸老店 就位在高雄祈山的巷弄裡 不管平日假日 天天都是數前日 店裡除了道地的煎霸丸 還有炒米粉 肉羹 豬血湯等等傳統小吃 許多客人從小吃到大 就算離開家鄉 也念念不忘 這個是童年的回憶 從讀書的時候 二十年前就在這邊吃 因為它的肉圓 脆脆 一般我們吃的都是油炸的 或者蒸的 那個吃久了其實會膩 第一次學生時候 吃到這種用煎的覺得很特別 然後它就是咬起來又有一個頭感 脆脆的 很像吃這種卡滋卡滋的 Q彈很順口 只要我下來我就會過來 它的特色比較Q彈 還有它的醬酥也是比較 跟一般的不一樣 一顆顆飽滿的肉圓 晶瑩劈透的外皮彷彿彿吹彈可破 外皮酥脆又帶點軟Q 豐富的內餡幾乎都快要炸開了 淋上自製的醬料 以及酸甜辣椒醬 蒜蓉醬 彷彿有神奇魔法一般 一吃就上癮 口感很不錯 就是它是用煎的 所以不會像外面 用炸的那麼油膩 很好吃 外面的皮脆脆的 然後裡面QQ的 很不一樣的口感 外面沒有吃過這樣 醬很不錯 它這個醬就是很 就是那個醬 跟一般的醬有不一樣 它這個肉製的醬 真的很好吃 可以推薦大家來 第三間肉圓 它是由來是由我們那個外主婦 它以前就是用那個推車的 用推車然後推著 然後沿街脫麥 以前是用炭火的 然後炭火大的話就會超微大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再等到它炭火的話 另外再把它加火加上去 然後再用那個扇子這樣 把那火煽大 然後再用 無聲化回憶起阿公那個年代 推著攤車 沿街叫賣 除了賣美食 也賣人情味 是奇山最美的風景 以前沒有機器 都也是手工 這樣攪一攪就可以包了 阿公時代的肉圓 人家都會問他 你的肉圓怎麼破破的 他說破破的比較好吃 對阿公時代阿公就說 破破的比較好吃 番薯粉和水的比例 是製作霸丸的外皮 成功與否的關鍵 天氣 濕度會影響含水量 因此每天都要微調 這些全部都要靠經驗 粉漿的製作 有時候會比較麻煩 做得不好的話 吃起來就會比較軟爛 掌控得好 就不會爛爛的 Q不Q是看 主要是關鍵是在哪裡 在你加水的速度 而且你攪拌的速度 手工的話 有時候真的會失敗 因為你熱水溫度太高的話 你家的話 它就會失敗 整個就失敗 以前純手工的年代 公宋美就是這樣 跟著婆婆學習 不過或許是 天生樂觀的個性 總是笑臉迎人的她 把吃苦當吃補 倒也過得挺自在的 我是長女 我上面有一個哥哥 下面有一個弟弟跟妹妹 所以以前我們 我爸媽去工作 我們就是要自己煮飯來吃 真的很累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也很累 我自己也 以前我們不是這種店面 我們自己要推 推到我們轉角的那個 店舖賣 以前是我婆婆做 我去賣 後來就是我們改店面了 所以我要幫我婆婆做 最困難就是在做肉圓的時候 你剛吃後你不會捏得很好 因為它是軟軟的 黏黏的 你不可能掌握得很好 有時候會覺得 怎麼這麼大一顆 對啊 跟大小不一樣 對 可是那個是經驗的累積 後來婆婆說沒關係 就這樣做 原本在要房上班的公宋美 看著婆婆年紀大 人放不下店裡的事物 決定回家幫忙 廚房裡除了燜熱 有許多是體力活 光靠兩個女人 實在是無法附和 於是先生也回家 幫忙分擔工作 所以這個是肉是那個 每天早上 對 每天早上 店窄的 讓它肉早上來 我們早上才開始做 要攪拌一下 讓它煮一下 像這個稍微 有一點熟的話 就可以關掉了 要稍微瀝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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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太熟 不能鹹熟 你等一下蒸的話 它又要再熟一次 這樣就可以拿去包肉丸了 肉丸搭配的醬汁 也是每天現做 簡單的調味 搭配滷過的肉汁 味道濃而不膩 我們用的是有那個糖 鹽 還有那個五香粉而已 醬油要看天氣 看我放肉放多少 才能調那個醬油的比例 四汁的醬汁 淋上煎得酥脆的肉丸 吃起來有咬勁又不軟爛 整體的口感很有層次 深受不少掏客的喜愛 以前我是在工廠做困 做很多公司 當過司機也有 當過操作也都有 然後最後當後沒有 沒有人的話 就回來 只會回來做接班的 接我媽媽的幫 媽媽現在都已經退休了 已經要90歲都沒有做了 然後接下來花花都沒做 炒創期也是非常困難 勉強可以打平而已 因為剛開始做 沒有人知道我們 都以為說 要放誰賣了 人家就不會來買 好像好幾年 賣了好幾年 才稍微有起色這樣子 除了肉丸之外 店裡的肉羹或是炒米粉 做法也都照著媽媽 留下來的方式 不曾改變 是什麼樣的味道 就是人家 它會像厚水 它這邊比較多 它會厚水肉比較多 都是用瘦肉而已 瘦肉還有教我們 一家豬家的配方 用那個扁梨 你自己炸扁梨的話 叫自己炸扁梨才用的 脖扁梨要連加在那個盤子 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真正傳統的肉羹 從媽媽傳到現在 其實裡面都沒有改變 儘管工作相當的繁瑣 夫妻倆有默契的分工合作 有些工作急不得 就只能花時間去等待 現在一般都是 就是燙手而已 這個很費力 你要把這個力放在這裡 放在那個下面一點 不要這樣的話 你沒有辦法使力 有 所以要放在這個地方 不是 你要在前面一點 前面一點 手要放前面一點 手放前面一點 對 然後掀起來嗎 對 慢慢從下面把它 往上咬 往上咬 有這麼容易一點 因為它的那個重量 沒辦法控制 這樣子可以嗎 有嗎 有 下面會燒焦對不對 對啊 燒焦焦焦 在講求速成的年代 這樣的古早味 真的幾乎都要消失了 肉羹吃起來有醃過的香氣 粉皮很薄 口感紮實 有有勁 一碗紅板架 分量卻很飽足 經過拌炒 吸收湯汁的古早味米粉 香氣十足 每一口都有媽媽的味道 有些人甚至會點上 一碗豬血腸湯 鮮嫩的豬血配上Q彈的大腸 是讓人一吃 就難以忘懷的家鄉味 有時候外面買的 就不是你想要的那種味道 所以我們會堅持 我們要的味道 包括我們的肉 那我之前也有人建議我們 用機器取代你的人工 可是我覺得 那種是一種溫度的感覺 沒有想過你自己會做到多久 做到我不想做吧 我有提議的話 我還是會繼續做 重點還是要有人傳承 守住傳統延續古早味 無聲化和太太齊心 要把上一代的好味道傳承下去 如果大家記得點讚一下 好笑 喔 Aboardland